喜歡旅行的人都知道 一來到宜蘭火車站 就像是走進了童話世界的 夢幻場景一樣 不管是向左走 或者是向右走 隨時都可以看到充滿童趣 與想像的造景藝術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搭乘 穿梭在丟丟檔森林裡的 幾米星空列車 來去宜蘭尋找幸福 因為當初在這個地方 是幸福轉運站 它代表的是一個車站的概念 那京明老師就認為說 要選一個站長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決定了 選我們的大象先生 當我們的站長喔 好可愛喔 而且它身上還有一個 好大的蝴蝶結耶 對 因為這裡是轉運站嘛 那希望代表一個 發條式的一個蝴蝶結 讓這個地方可以轉運喔 所以來到這邊 又幸福又轉運 天啊 我覺得來到這邊 有點不自覺 像小孩子一樣 我可不可以去擁抱那個大象先生 可以喔 那我要去找他玩囉 好 那我們一起去找他玩囉 可愛的造型 鮮明的色彩 還有壯碩的身軀 轉運站外的大象站長 跟長頸鹿 帶來了視覺的衝擊感受 讓遊客們樂在其中 而轉運站裡的米寶小作所 則是更深層的心情激動 讓大家一起來 來給身心障礙的孩子們加加油 創造機會與未來 因此不但有DIY課程 可以跟米寶聯手製作幸福餅乾 也可以現場享用 他們手作的美味麵包跟香醇咖啡 當初為什麼會去做咖啡這一塊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孩子 他們最厲害的就是他們會畫畫 幾年下來他們的畫作很多 所以而且都進步得很好 很快 但是我那時候一直在思考說 這些畫作我要怎麼把它呈現 給大家知道 讓大家看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要說 因為我們可以把它用在包裝上 對 像是這個包裝就十個不錯 我把它拿過來給大家看 這個是他們畫的 好厲害 畫得非常可愛 很可愛 很自然 對 還有就是像現在比較流行的是 那種蚵瓜咖啡 蚵瓜咖啡是不是它也有包裝 所以我們在每一期 我們都會把孩子的畫作 然後去做蚵瓜咖啡的包裝 我看到像是這個蚵瓜咖啡 每個都畫得不一樣 你看 這個是不同的學員畫的嗎 不同的學員 都是不同的學員 就三個都不同人 我們也希望說 大家來認識他們 以後有機會 有更多的商業產品 都可以用他們的畫作 然後也給他們有機會說 告訴大家說 他們會做 他們也會泡咖啡 他們也會做麵包 我們會的他們都會 但是只要給他們什麼 給他們時間 給他們機會 他們做得到 那我一定要來好好品嘗 他們做的這個麵包 真的像根蓉姐說的 它就是那個很天然 很自然的香味 然後你會覺得這個麵包吃起來 給你的感覺就是很溫暖 很單純那樣子 而且你吃的那個卡士達醬 也是他們自己這樣拌的耶 太厲害了 我來吃一口這個卡士達 很香耶 不一樣 沒有香料的味道 就是很自然 麵包們所製作的麵包 跟手沖咖啡 實在是太棒了 所以在我們拍攝的同時 立刻引起了 現場的超高詢問度 大家都在找 還有哪些產品 適合帶回去跟親友們分享 這樣就可以讓每個人 在享用健康美味餐點的同時 也把幸福轉運到社會的 每一個角落 在這個丟丟堂森林廣場旁邊 我發現有一個看起來 好像滿有歷史的紅磚屋 沒想到它置身於這個 現實的吉米世界裡頭 竟然毫無違和感耶 我覺得這個小屋裡頭 肯定有故事 我現在帶你們進去看看 由宜蘭知名文學作家 黃春明老師親自打造的這座 《百果樹紅磚屋》 在傳奇的歷史背景之下 現在更被灌注了強大的文化動能 屋內最顯眼的這棵白果樹 長出了奇形異狀的各種果實 代表著無拘無束的同趣奇想 也象徵了這棟歷史建築 應該跳脫呆板僵化的思維 展現出一管多用的新概念 當然也吸引了來自海內外 眾多遊客的目光 那高老師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這個室內的空間了 這邊你們目前是規劃成怎麼樣的一個場所 它除了享用咖啡以外 它也是可以當作一個美術館 一個書房 或者閱讀的空間 對 閱讀空間 當作一個圖書室來使用 因為這個氛圍在老師的布置下 是非常的特別 那我們的後方 就是放老師的主要的小說作品 他是文明的鄉土文學作家 其實是不只鄉土文學 老師還有做童話故事書 他還有童話絲畫繪本 人家是繪本 他是絲畫繪本 比較特別 這些書也都有翻譯成七八國的文字 而許多人特地前來朝上的 則是牆上的真機畫作 黃春明老師以特殊手法書寫的詩句 描繪了宜蘭人出外打拼的精神 以及對故鄉的濃濃相仇 現場觀看更是令人動容 而且在文化藝術的心靈饗宴之外 老師大力推薦的在地美味 也讓我好期待 這個非常古早味的甜點 好 我試試看 好Q 然後酸酸甜甜的 有那種美粉在裡頭的滋味 我覺得這個長輩吃到它 立刻就會回想起 以前他們拜拜的時候 吃到這個甜麵的味道 另外一款15%發酵程度的清茶 是屬於清香淡雅的質地 正適合搭配口感綿密的火龍果乳酪蛋糕 因為食材選用在地小農栽種的火龍果 來熬煮果醬 所以亮眼的天然色澤之下 飄散著優雅的甜香 是目前超高人氣的招牌甜點 剛結束了一段文化藝術的洗禮 我現在滿腦子已經浮現了 宜蘭的各個在地美食了 不過我決定要先帶你們來去一間 以起司為主題的觀光工廠 它裡頭的綠豆冰糕 跟起司蛋糕深受好評 我們現在就來去享受一下下午茶時光吧 憑藉著四五十年的專業經驗 王董事長跟家人 聯手打造了這座嶄新的烘焙工坊 雖然一向追求完美的堅毅個性 讓原本預估的建設成本大量超值 但它依然儘守品質優先的初衷 開發出讓人損止回味的起司蛋糕 與綠豆冰糕 為什麼這裡的糕點會這麼的迷人 老闆又用了哪些真材實料 製作的秘訣是什麼 大家親手來做做看就知道了 董事長 剛才我在樓上 已經有體驗了 做綠豆糕的樂趣了 但是我發現你們這邊 還有不同款的綠豆冰糕 對 像是這個的話 這裡是四種口味嗎 對 還有其他還有芝麻 還有雙果 雙果是芒果跟百香果 像這邊我看到的是什麼口味 我們是起司觀光工廠 這個是起司的口味 我好像第一次看到這個 起司口味的綠豆糕 對… 像是你剛剛說到還有這個呢 這個我看一下 這個是雙果的嗎 雙果 對 這個就是雙果的了 百香果跟芒果 是 它的顏色就是這兩個的結合 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應該是抹茶的吧 對 蒜綠茶 蒜綠茶是不是 我們當地的大同鄉 有一個藝蘭茶園 用它的綠茶來做的 所以董事長 其實你們的東西很多 都是跟在地有結合的 應該在在地結合的話 比較有香 宜蘭的味道 感覺好好吃喔 好軟嫩的感覺 那我就不客氣了 好 我試試看 好吃 這種顏色是巧達起司 有一點出乎我意料 董事長 因為綠豆糕 外面的部分 它吃起來綠豆就是很香 然後不會太甜 對 中間起司的部分 有起司的香味 然後這兩種結合在一起 有點甜鹹甜鹹的 接下來你幫我準備的 這兩款 是不同的起司蛋糕對不對 是… 那這一個是什麼口味的呢 藍紋 這個是重乳酪對不對 重乳酪 藍紋的 我試試看 這種感覺太幸福了 非常的扎實喔 真的沒有那種 大家害怕的感覺 是… 其實它吃起來的話 我覺得它是比我們一般 吃到的起司蛋糕 味道再特別一點 對 就是有藍紋的味道 我們留在中口的一些 你知道配方 而且它看上去很扎實 但是吃進去其實它是 有一點點入口即化的 是… 我覺得我整個嘴巴 都充滿了藍紋起司的香味 然後還有像是這一個 你就說是 比較是輕乳酪了對不對 對…帕瑪森 中間有一顆一顆的 這種起司塊 上面是帕瑪森 帕瑪森起司粉 外面這個我們看到 顏色不太一樣 是因為有撒了帕瑪森起司粉 是 然後這個一塊一塊的是 所謂的高溶點起司嗎 對… 所以說這個裡頭就有 好幾種不同的起司了 是… 它切下去有一種 像是棉花的感覺 很柔軟 開心 對 它好像一顆很療癒的枕頭 我來試試看 這個好厲害 因為我吃到它的起司 不同層次的變化 對 裡面有整塊的 也不會很硬 也會有一點嚼勁 對 我覺得這上層這個粉 你說是帕瑪森粉 帕瑪森粉 它經過高溫這樣烤之後 其實它吃起來有點脆脆的 對 比一般生的沙拉那一種 味道還香 因為有烤過 對 而且裡面就是 它其實也是有點鹹甜鹹甜的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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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